走进屏东大午山下的这家中型食品调理厂 同一时间有多达十种以上品项 在不同工作站与产线上面转动 麻糬 咖喱 珍珠 果浆 豆馅 调理包 从冷冻到常温 从甜食到咸食 琳琅满目 你不认识它 却极可能吃过它的产品 全球连锁咖啡龙头在亚洲的饮品原物料就来自于它 它也是全球三大连锁素食业者 国际连锁冰淇淋大厂指定的原物料供应商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点击下方的连结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答来源是 刊登在2020年7月15号由广务员所撰写 并刊登在商业周刊官网的文章 在门槛看似不高的调理食品业 这家中型老厂为什么能被跨国连锁品牌所向众呢 合作一二十年都不间断 我们的价值就在提供创意与快速研发的能力 让客户付出合理的成本跟我们合作 这是连下第二代现任董事长林慧梅所说的 而连下第一代董事长林柏蓉 是学机械工程出身的 事事都要钻研到底 让公司埋下重视研发的基因 加上妇女俩各自有国贸跟流日的背景 熟悉日本产品业的最新动态 研发动作通常比同业都要快上几步 林慧梅笑称自己通常是客户随口一句话 或是在逛超市或是逛国际饮食展时候的灵光泥线 就把新点子送入公司研发中心 每年因此开发近千种大大小小的商品 所以客户提出新的需求 往往我们都已经研发好等在那边了 例如去年海外掀起 珍珠奶茶热炒的前三年 我们就已经开发出不沾年的常温保存的粉源 当时林慧梅在日本逛超商 看见店员拿着底部环状构造的杯子在加热粉源 杯子设计成环状 是怕珍珠沾黏在一起 这让我想到 可不可以做出常温保存状态下 不会沾黏口感Q弹的珍珠呢 回国后他把点子抛回研发中心 做出样品后市场却尚无需求 整整等了三年 才等到热潮而问世 这种状况在连下经常发生 任职三十年 经常被交办研发任务的厂长尤俊森透露 多年来公司造册列表的品项至少十五大类 共五千种以上 虽然平均每年研发产品近千种 但实际提供出去给客户的只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林慧梅总会从客户需求上延伸出更多点子 所以我们经常会帮对方多想很多步 就当是练兵啦 他是这样说 但超前部署的研发 也让他因此密得了合作商机 例如十多年前 他们就开发出不放防腐剂的切丁果凍 但因加工制成较繁复 价格比较高 在国内推广不顺 没想到某个大型连锁咖啡品牌政策改变 要找无防腐剂的产品就改用我们的 一用就是十年 尤俊森说 这种一年开发新品 只有两成能够拿去卖钱 其余先搁置的常态 确实替连下奠定了研发实力的基础 招来与大品牌合作的机会 例如合作十多年的国际咖啡龙头 平均每年就要推出十多种新的饮品 而且往往采的是季节限定 因此供应商除了要有研发力 还要愿意为产品打造新的产品线 甚至添购新的设备 以当季的某款水果冰沙原料为例 因为连下从来没有制造过这种水果切片的罐头 除了需要先找到稳定的水果来源之外 还要买到适合切片的设备 找出不破坏水果外形的机器参数设定 而且从产品发想到实际的量产 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这种不惜一切的过多研发投资 不会太浪费吗? 明慧美他回答却是 研发就像公司往前跑的汽油 汽油不加满 怎么会有力气跑路呢? 他解释对研发成本不设上限的思考逻辑 连下走得快 上下游也感受得到 一位与连下合作近20年 供应国内各大食品厂香料原料的国际公司经理也透露 与其他客户相比 连下常有紧急任务要赶着较料 他们调整产品的速度快 可能周一跟我们叫货 下周一就要生出产品 我也很纳闷 他们为何可以这么快 连下不洗一切 也要跟着日美等品牌大厂跑 与他早年的经验相关 早自1980年代 林柏蓉从红豆馅料出口 转切入调理市场的时候 就是因为合作多年日本厂社 要来台湾开咖喱连锁餐厅 他从零开始 砸了500万元引进台湾第一部 得志的旋转式杀菌机 再向日本人学习如何制造咖喱酱料 这个模式让这家老食品厂 练出能够快速从无到有的核心能耐 同时又能高度满足客户 快又好的需求 调理包的利润低 大型企业可能会寻求更精准的投资 研发追求的是投资报酬率 但连下是完全逆向而为 在工厂内 我们看到多架机器设备 新的产线 都是因为客户需求而来的专门设备 例如 他们曾因客户需求 打造全新的月饼生产线 添购肉燥与高汤的包装设备 相较常态性产线的设备能够每天运作 这些专门设备 一个月通常只开机一周 甚至两天 下动率非常的低 自然加重制造成本的压力 尚未看到成型的需求 就去买设备 当然常常被管理部门碾 但一旦走入代工 以客人为导向 又想引领市场潮流的时候 投资设备就是在所不惜的吧 林惠美是这样解释经营的原则 他说应该先想创意和客户 然后再努力降低成本 比如 明年计划要更多的自动化生产线 以其降低成本 让客制化生产能够更坚固效率 未来的连下不是没有挑战的 比如人们使用外送意愿提高 冷冻食品正加速蓬勃发展 这位调理包市场的竞争和环境 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但其超前部署的研发基因 也已准备好应战 近三年 林惠美观察到 银法族设计条理食品正行 便与马街医院合作 一头栽入银法医疗食品的开发 研发适合老人吞咽 多口味的软质肉排 以及与日本技术合作的争斗产品 虽然这块市场在台湾紧紧起步 但他相信 大热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以前在日本行销 老师总要我们想 自己的利基市场在哪里 林惠美说 这对他影响很深 每个人打仗的方式不必相同 有时肯为客户多浪费 最后获得的收获 不一定会比较少 这就是这家50年调理包大王 告诉我们的事情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 新创 商业 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